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你收听《灵犬新语》的节目 云和想告诉你有本书要送给你 叫《怎样读圣经》 你只要写信到电台的通讯地址 说是《灵犬新语》的云和送给你的就行了 当然也欢迎你对这个节目提出批评建议 只要写给云和收就好了 云是天上飘的云 和是地上流的和 现在就愿神赐下圣灵和我们同在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 从神的话语中大大的得到真理 朋友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讲过妓女拉荷的故事 拉荷是一名外邦的女子 而且是个妓女 她住在要被毁灭的耶利哥城 住在这个城里的人是受到咒诅的 然而拉荷却用她的信心接待掩护了约书亚派出来的探子 她自己也因为这个举动而领全家人得救 可是神的祝福还不止如此呢 后来呢 拉荷嫁到了以色列人的犹大支派 她嫁给萨门为妻子 她和萨门生了一个儿子叫波阿斯 波阿斯呢 后来娶了一个叫路德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孙子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 所以呢 拉荷是大卫王的太曾祖母 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 拉荷与路德两个人都是耶稣的先祖 关于路德呢 旧约圣经当中专门有一卷书叫路德记 记述路德的生平事迹 可见啊路德实在是一位让人钦佩的女子 路德记收在圣经的世诗记之后 撒姆尔记之前 在世诗时代的战乱当中 突然有一卷书记载一位贤德的外邦女子路德 真像在刀光剑影的嘶喊声中 用木桐的短笛吹出了一首田园诗 把烦乱血腥的杀气给化解抹平了 路德的朴实贤德和爱心 带给人们春天的信息 丰收的快乐 与民间一片祥和的气氛 路德不是一个幸运的女子 她生在受神咒诅的摩押人之家 在嫁给了伯利恒人马伦之后不久 丈夫又死了 成了没有子女后代的年轻寡妇 她的婆婆南俄米也是寡妇 她丈夫的另一个兄弟也死了 所以这一门没有男丁 只有三个寡妇相对一堂 在中国的传统上 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的 婆婆往往故意给媳妇罪受 媳妇总是敢怒而不敢言 就等着自己也熬成了婆婆 再把当年受的气撒到自己的儿媳妇身上 所以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这种说法 如果儿子死了 媳妇能改嫁到好人家 运气就转了 本来媳妇在婆婆的手下就是受气的 一旦能脱离婆婆 庆幸还来不及呢 哪里还顾婆婆的死活 南俄米他们家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没有男人只有南俄米这个婆婆和两个媳妇 生活下去十分的困难 南俄米决定要回到故乡伯利恒去 因为他坚信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与他们 从摩押地往伯利恒的路又远又难走 南俄米年纪比较大 需要有人照顾作伴 但是考虑到两个儿媳妇还年轻 又都是本地人 就不肯连累媳妇 不让他们同行 说你们还年轻 又没有子女 不如回娘家去吧 找到好人家再结婚吧 还为他们祝福 与他们亲吻告别 从南俄米处处为媳妇着想 就知道她一定是个体贴人的婆婆 婆媳关系非常的融洽 果然呢 两个媳妇听见婆婆的话 就放声大哭 舍不得让婆婆走 说我们不要回娘家 我们要跟你一起走 南俄米看见媳妇们哭哭啼啼的 就干脆的说 我女儿们哪 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 不能再有丈夫 激活说 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当时呢 犹太人的传统是 如果兄长死了 他的弟弟要娶已故兄长的遗孀为妻子 南俄米自己只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了 他自己年纪已经太大 不再生养 即使能生养 两个媳妇也不可能等二十多年后 再嫁给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小叔子 所以呢 南俄米就把话说绝了 意思就是 跟着我是耽误你们的青春 你们趁现在赶快自己打主意 想办法 别再跟着我耽误功夫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路德的嫂嫂 俄尔巴就放弃了与婆婆同行的念头 与婆婆亲嘴告别走了 南俄米接着劝路德也走 路德却仍然舍不得扔下婆婆 路德在这个人生苦难的三叉路口 要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 是不顾婆婆而去 凭自己的年轻 另外开创新的生活 还是跟着婆婆到异乡 不但要照顾婆婆 也要承担自己离乡背景的后果 路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从路德和婆婆的关系开始 路德是一个温顺的女子 但是在遇到大事情的时候 却非常的有主见 她有爱心 知道自己如果离开婆婆 还有结婚的机会 将来可能吃穿不愁 但是婆婆年纪大了 一个人孤苦伶伶 以后的日子可能毫无指望 唯有自己是婆婆唯一的亲人 婆婆不忍心连累自己 才说了重话要赶自己走 婆婆这样的为自己考虑 自己又怎么能忍心 全然不管婆婆 在婆婆需要帮助的时候 离她而去呢 当时南阿米对路德说 看啊 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 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南阿米当时决心 一个人承担将来的重担 所以呢 是连劝带哄 希望路德能听话地离开 可是路德的回答 却掷地有声 成了不朽的名言 被后代的许多人引用 背诵 还编成了诗歌 现在呢 我们就听听路德怎么说 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愿耶和华 重重地降伐于我 南俄米与路德 在困苦当中的彼此体恤 彼此相爱辅助 真是让人感动 中国人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夫妻本为一体 遇到苦难的时候 尚且自顾自 更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婆媳呢 南俄米和路德的互相体恤 就显得分外的可贵 路德在苦难中的选择 显示出他极大的爱心 他宁可死也要跟从在婆婆的身边 他决定要放弃自己的国家 和自己的信仰来跟从婆婆 并且身为一个磨牙的女子 用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来启示 表示一定要跟着婆婆到底 路德不但有爱心 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享受 愿意侍奉婆婆到死 也有信心 放弃了自己拜偶像的宗教 决心信靠以色列人信奉的唯一真神 从当时的情况看 路德放着阳关道不走 偏要上独木桥 真是傻得要命 可是呢 他纯净的爱心和勇敢的抉择 得到了神的赞赏和祝福 他真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亲爱的朋友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把路德的故事讲到这里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再继续看路德的命运 和他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 慈悲的父神 我们的一生当中 要拿主意的事情真的很多 我们却常常只能看见眼前的好处 看不见长远的祝福 求祢在我们人生的三叉路口 让我们能顺服在祢的面前 跟从祢的带领 让我们自私而刚硬的心 被祢的爱所感动 走在祢希望我们走的路上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 祂美好的命 阿们 亲爱的朋友 在节目的尾声 让云和谢谢你的收听 也祝你全家身体健康 在主里面平安进步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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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